不同傳承啊 藏傳起碼有四大門派 還外加一個黑教 那個根本就是 復佛法外道 但是在我們看起來通通叫做密教 對不對齁 啊還有 不是什麼教的就叫密教 對不對 在這麼多 那些復佛法外道我們都不說 光正統的佛教的傳承 藏傳 南傳 有這麼多這麼多 在台灣 發展 那我們在這個面對這種情境之下 我們怎麼修行 對不對 你怎麼取捨 怎麼你才能夠知道 什麼是佛陀 最初的教會 最根本的教會 那這部經的重要性 就是又被我們發現了 是不是這樣子 所以不要嫌他 沒有滋味 這個是很重要的 那這部經的特色 了解了之後 我們就要進入 我們就要進入 這一部經 的本文了 那這一部經 師父給他分二十三段 我把它歸納成四節 來跟大家介紹 四節 這個就發給大家的講義裡邊 有寫出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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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段 是這部經的緣起 這部經 講這部經的當時的狀況 然後第二 第二節 他歸納出來是佛弟子 所應該修學的根本法要 第三節 是世尊未欲側免弟子 莫懷優移 是說 世尊透過非常善巧的方法 來安慰勸勉弟子們 面對他即將入面這個事實 不要憂愁 不要失去信心 好 這個是第三節 那最後一節 是世尊對我們的 的勸勉 的勸勉 最後的勸勉 勉勵 勉勵 那 這一部經的緣起 其實是 大家看看這個經文 在 第28頁 第28頁 這個經文 釋尊 釋迦牟尼佛 初轉法輪 度阿若喬成儒 最後說法度須拔陀羅 所應度折 皆以度氣 就是最初說法度的 是五筆丘裡邊的阿若喬成儒 大家都知道 世尊在菩提樹下成佛之後 他就 要說法 他想 最先要對誰說法呢 跟 要跟誰分享 他這種證悟的心得 以及可以證悟的方法呢 他就想到 當時隨他出家的那個五個筆丘 那這五個筆丘呢 因為世尊 接受牧羊女的供養 在泥連禪河裡邊 沐浴他們以為 世尊放棄苦行是退心的 所以他們這五個人阿 就離開了世尊 由 由 這個 他們就離開世尊 當世尊 在菩提樹下成佛之後 他觀察這五個人到底在哪裡 結果世尊觀察到 他們 他用 他觀察到這五個人 是在 佛提嘎亞往西 的 鹿野院那個地方 所以世尊就到鹿野院去為他們說法 當第一次說 世聖地法 講第一遍 什麼是苦 什麼是疾 什麼是滅 什麼是道 講完以後 這一位阿若喬成儒 就證得了阿羅漢國 齁 那其他的四位 比丘也在三個月內都證了阿羅漢國 齁 那這個是粗最粗度 所以每一次都用阿若喬成儒做代表的原因在這裡 那最後度 虛把陀螺 那所應度的都已經度去了 那以梳柔雙樹間 將入涅槃 梳柔雙樹 那是四棵樹 一邊兩棵 兩兩相對的梳柔樹 是一種闊葉樹 那將入涅槃 四十中葉 即燃無聲 中葉 中葉這個是印度的時程 我們中國古時候的時程 是兩個小時 一個時程 對不對 印度是四個小時 一個時程 中葉是指晚上十點到清晨兩點 就我們現在的時間的早 晚上十點到清晨兩點 這個叫中葉 那這個你看這個時候 即燃無聲 為諸地職 略說法要 就是佛將入涅槃嘛 那在這個十點到兩點之間 四周悄然無聲 佛陀用他虛弱的聲音 為大家在簡略地說 修行的法要 好 這個是這一部經本緣起 基本上 面對著四尊要入面的時候 然後佛弟子 所關心的問題 我們依據 漢義的遺教經 以及南傳的大波涅槃經 還有漢義的大波涅槃經 把它整理出來 我們發現到 佛弟子 面對四尊即將入面這個事實 基本上 有三個問題 要處理 那三個問題呢 第一個問題 是修學上的意識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 情感上的憂愁 懷疑的困擾 第三個問題是 生團運作上的問題 佛要入面的時候 那時候他已經有 大家從經典經常讀到有沒有 千二百五十人聚 對不對 這代表什麼 不是真的一千兩百五十 而是已經有很多很多的出家弟子 組成的生團 對不對 所以 面對著佛陀 要入面這個事實 弟子 他很現實的 有三個問題 是最關心的問題 這個對我們法古山的 第四中弟子來講 應該 應該 很清楚明白了 是不是這樣子 這也是我們這一年來所面對的 問題嗎 對不對 我們的師父元吉了 誰是我們的善知識 我們要再依止誰 對不對 第二個問題是 情感上的 不捨 對不對 困擾 那情感上的 情緒上的問題 第三個問題是 生團運作上的問題 主要是表現在 大波涅槃經的系統 南傳的這個 大涅槃經的系統裡面 所謂生團運作的問題是 包括什麼呢 包括出家的條件的限制 包括 包括 生團裡面的人 比方說 有人特別 那個 惡口 惡口 喔 不是出家人 就出家人 還是人啊 他還有很多的習氣啊 所謂的惡口比丘 他怎麼處理的問題 好 那 要來出家 佛在世的時候 很簡單喔 佛說 善來比丘 啊 你來的剛好 你就出家了 我們生團歡迎你 他就出家了 好 欸 欸 那佛滅以後 現在就 欸 這個問題 就 出現出來囉 尤其佛晚年的時候啊 其實大家都聽過 提伯達多的故事吧 設立佛 提伯達多 其實他們 這兩位弟子